他有体力上面的宣泄 那你就已经禁止他跑东跑西 或爬上爬下了 那结果你还禁止他站在这边 这一套管教方式就不对了 我们要处罚这一群 比较好动的孩子的方式是 你去宣泄你的体力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处罚 我会让你会累 全家包括楼梯 包括整个地板 你都要帮我抹干净 等等这些东西 帮忙做家事 这也OK 这也是另外一种惩罚 对不对 因为在父母的内心来讲 就是都是宝贝嘛 对不对 当然会舍不得 对 好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请这个王医师 给我们提醒一下好不好 OK 好 所以我们在讲孩子的教养 你做对了吗 我们希望是提倡一个观念 就是爸妈在家里面呢 就可以有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 就是我从小就知道怎么做 我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心肝宝贝 他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 那你如果说从他自己独特的发展去 看他的语言发展 认知发展等等 那你觉得说 都在合理的范围里面的话 你就不需要太担心 所以我们希望从科学育儿的角度 去告诉家长说 我们可以好好的 自己放心的带孩子 我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孩子可以比别人更棒 是 好 你还在担心就是说 如果说你跟你的爸妈 或是你跟你的公婆 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部分 大家能不同调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工具书 而且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有科学根据 绝对是对小孩子是会有益的 好 谢谢我们的王医师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和的人节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